期間,許家團曾經探望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 絕食的大專學生 許家團在二月退休之後 除了出席《基本法草委》全體會議之外 一直都沒有在公開露面 也都沒有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不會回北 在香港 你修餘 也不會留在香港 你修餘 不夠風光 這是我自己的屁面 到五月初 就有消息傳出許家團秘密去了美國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在五月中首次證實這個消息 我可以告訴你 我從新華社的香港分社得知 許家團是去旅遊 和消息 許家團也都在五月二十一號 透過美國洛杉磯西來寺的聲雲大師 公開自己去美國的經過 他跟我見面 我這上面有些 第一句就是說 他說我不是要求真正皮膚的 我是旅遊的 是小鞋的 那麼從頭到尾 就有所知 他一直都沒有改變這個立場 聲雲大師透露 許家團是在五月一號 和識婦孫女三個人抵達三藩市 然後跟著轉去南加州 許家團是一個有五十二年黨齡的共產黨員 他出走美國 是引起了很多移民的 而今年本港移民的人數 亦都創下歷來最高紀錄 在下一節我們會和大家回顧這方面的發展 面對九七問題所引起的信心危機 很多香港人為了保障將來的自由 他只有選擇移民 其實香港人考慮移民 並不代表他們不愛國 從最近在香港發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可以看到香港人對於保衛國土的反應 是非常激烈的 這一點亦都反映出 香港其實有很多人 是有強烈的民族感情的 這次保衛釣魚台主權運動的導火線 主要是由於日本的南籍攔截 台灣區運會性火船 去釣魚台群島所引起的 壞話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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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月中至11月 差不多每天 都有一團體去到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示威抗議 Low to Japanese milit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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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再掀起的第二次補吊運動 在10月28日進入高潮 超過一萬人參加集會遊行 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台群島 在今次保衛釣魚台運動 雖然可以看到 香港有很多人 都是有強烈的外國熱情 但是面對97問題 特別是去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後 香港人對前途信心就更加低落 因而令到近年來 移民人數激增 今年還創下歷來最高紀錄 美國和加拿大最近增加移民配額 對香港將來移民人數 肯定會有影響 美國給香港最新的移民配額 由現在五千人增加到一萬人 到94年還增加到二萬四千人 美國又在明年開始的三年裡面 每年發出萬二個移民簽證 給美國公司在香港的僱員和家屬 美國移民簽證有效期 現在剩下的六年半裡面 除了要應付人財外流的困擾之外 還要處理好多棘手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公務員工潮 非法勞工 以及越南傳聞問題等等 近年來部分公務員面對97的來臨 對前途產生顧慮 加上不滿的情緒跡壓 導致氏氣低落 因此在今年裡面 公務員的工業行動是不斷發生的 沒有新的人手 比我們以前 我們是不會調動過去的人手 去做新的工作 為我們這個意義的方面 盡量要團結去同樣爭取一些平等 希望藉著這個這樣的行動 可以打動了香港勁固的心 會希望透過所有正常的渠道 將我們的不滿 將我們的要求 反映給政府知道 我們要求社會福利署 盡快公佈我們福利員級的 薪酬建議內容 我們袁方就很懷疑 究竟部門 是否真誠地支持我們去改善生酬呢 唯一 唯一 以民必誤導 說我們大福家人工 是否有事 是否有事 可以 我們要求委員會 送財委員 是 是 三個多次 這些地域 都會不存在 大福家人工 這些地域 都會不會有事 多次 哪次了 都會不會也不會 多次了 多次了 都會放大祭司 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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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捕这类非法劳工的情况 当时双方对视了三日两夜 警方才拉到地盘里面 百几个非法劳工 今次行动要僵持这么久 是由于非法劳工被捕之后要坐牢 导致部分非法劳工 在棚架上面拒绝投降 他们曾经要求警方 书面保证不检控他们 才肯投降 这班被捕的非法劳工 部分人在沙田裁判处提堂的时候 主审法官网开一面 没有按照上诉庭的指引 只是判他们缓刑 无需坐牢 因而引起广泛的关注 不过这班非法劳工 后来被律政司上诉 要求司法复核的时候 被上诉庭推翻原判 改判坐牢 由于被捕判监的非法劳工显著增加 监狱出现人满之患 为政府带来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立法稿在11月初通过法例 加重判罚雇用非法劳工的雇主 希望可以减少地盘雇用非法劳工 困了香港政府十几年的越南难民问题 到今年还没有彻底解决的迹象 而越南船民中心 就经常发生这类暴力打斗的苏联事件 当局实施的当然遣返越南船民政策 一直外于美国的强烈反对 没有办法全面实行 而自愿遣返越南船民的综合行动计划 也都只是得很有限数量的船民参加 而现时 滞留在香港的越南船民 还有四万多人 越南船民问题 到今年九月中旬 才再有新发展 英国和越南政府达成协议 遣返那些非自愿 但是又不反对遣返计划的越南船民 第一批参加这个计划的越南船民 最先有120人 不过到实际起行的时候 就只有23个船民 成绩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越南船民问题 不单止困了着香港政府 在11月中 白一名越南船民申请人身保护令 获得法庭释放之后 再被人民入境事务处拘捕 更加引致港府遭受国际舆论的谴责 最后这帮船民终于获准 自签担保外出 搬去启德难民营站住 获得行动自由 到12月 这帮船民更加获得难民身份 可以在香港等候移民 去其他国家定居 在过去一年 香港政府要面对移民带来人财外流的问题 还有就是公务员工潮 非法劳工 和越南船民问题 在处理方面都是非常棘手的 这些棘手的问题 都必须港府妥善处理 否则就会对社会的稳定 构成威胁的 好了 在下一节我们会和大家看看 今年经济放缓 通过膨胀高企的情况下 香港市民所遭受的日常生活的压力 另外我们都会和大家回顾一下 在过去一年 对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事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